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地球观察站 我是主持梁慧恩 12月中在亚洲国际博览馆 有四场The Magic Nova的魔术演出 吸引了超过2万观众入场 近年香港一次非常大型的魔术表现 还要结合福音的元素 更加罕见 究竟福音魔术在香港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以及福音加上魔术听下去结合起来有何难度呢? 我们今次非常荣幸请到 有双重身份的国际级魔术师 加上他亦是一位牧师的邝建雄先生 亦有两位福音魔术师 跟你分享一下用魔术来传福音的点滴 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 由亚洲首位奥德 被誉为魔术界奥斯卡钻石梅林掌的 国际级魔术大师 邝建雄牧师 Lawrence和他的女女Prysilla 为观众带来高水准的魔术表演 当中最厉害的就是一个极高难度的 玄浮魔术 邝牧师将Prysilla升到六米高 之后将它瞬间消失 这个魔术除了创下亚洲最高纪录之外 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可以破解的 我觉得那个玄浮真的最深刻了 因为我未见过那些去到那么高 以及它吸一块布下去 我多时都在想 我未见到那些花也 原来不是 当一块布掩上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真的 整个聚会不单只是表演 邝牧师还在当中 达出福音神识 神爱我们 圣诞节是讲到神 祂度成肉身来到世界上 我打算进来看魔术 亦有个惊喜 亦可以真的将魔术 做了一个传道 我觉得是很新意的 很新鸣的 就会比这样 总是说说说说说 很闷 当你说灵魂和身体 这么复杂的概念的时候 牧师竟然可以用一盏灯来形容 所以我觉得这个令到我最深刻 还有我听过这么多次 灵魂身体这个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最容易明白的 所以我真的很欣赏 抗激豪牧師這個魔術表演 我覺得香港很需要這類型的報道會 因為可以邀請一些非基徒 用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嚴肅的途徑 有時很正常的報道會 有些人會比較抗拒 看這些魔術表演 就會比較容易邀請朋友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 我覺得用魔術表演會很容易 整個家庭大家可以很融洽一起來 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教教的意義 本身自己都是一個牧師 但是我想在一個娛樂圈裡 用一些不同的手法 另類的方法把信息傳開 很多魔術都做了很多一年 在這裡學了很多功課 我們一定要做得最有效果 最有影響的 所以覺得聖誕節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信望愛 又信、又盼望、又愛 把這三個禮物融合在這個表演 不過我覺得做了很多次 真的大家都很接受、很開心 有這麼大型的魔術表演 還要有福音訊息 可以說是香港第一次 所以在香港表演福音魔術的人 都十分支持 康牧師的表演裡面 它有主題 由信望愛作為主題 能夠令到整個表演 能夠很有專注、有一個重點 能夠把魔術表演一般來說 就覺得是開心快樂的 但是帶著我們有一個思考 這個也是比一般的觀眾 是有更深的一個體會 當然最後他分享他自己 在神裡面的靈獸 這個就是最大的愛 也是神跡所在 我希望沒看過這個表演的 都來能夠分享基督耶穌的愛 楊友智牧師表演福音魔術 超過二十年 除了大力支持這次活動成為籌位之外 一直以來他看見香港 玩福音魔術的人並不多 所以早在1999年 成立了基督徒魔術師團契 希望有一個空間 令一群玩福音魔術的基督徒 可以互相交流 在這個事奉上更加盡心 我們怎樣能夠透過魔術 能夠去比達不同的方向性 這個事實上是我們最艱難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有創意 創意從哪裡來的 我們又需要認識更多的魔術 基督徒魔術師團契 成為我們一個橋樑 大家來到可以多些分享 雖然我們不是教魔術 但在過程中 我們有時候會有很多分享 交流、心得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讓我們學習、成長、進步 有人希望表現得這麼專業 首先吸引人去看魔術再聽福音 不過也有福音魔術師一直以來 都是選擇以簡單的魔術去分享福音 希望看的人都可以集中在訊息當中 大概是七年多、八年前 當時在學校的時候 有機會跟一個教授 他在堂上高很喜歡用魔術 去表達一些書本上的道理 我想想 既然魔術這麼活潑 可以拿來做到一些課堂上的東西 將這些沉悶的東西 都變成活生生活潑的話 我想其實如果把它放在全福音上高 都會很有幫助 所以當時開始 我就試一下用魔術 在教會或者活動上高 試一下拿來一方面探日開心 另一方面都試一下可不可以用來全福音 無論福音訊息 或魔術的比例分別有多大 但是也有人只要聽到用魔術傳福音 就會覺得抗拒 魔術的本質是一個表演藝術 在古代如果我們說四千多年前 在今天的埃及的山洞的壁畫裏面 我們仍見到有球與杯的一個圖畫留在這裡 讓我們知道 魔術在早年都用作在這個表演裏面 我們都會從歐洲裏面都看到 由初世紀 在中世紀時期 街頭有很多的表演者雜傻 這些就是當時的魔術師等等 甚至在中國的漢代 即是說在公園前二百年 都有在宮廷上這些魔術表演 所以魔術本身就是一個表演藝術 當我們今天去看魔術的定義的時候 我們會排除聲稱自己有超然能力 超自然能力的人不是魔術師 即是說作為一個魔術師 一個魔術的表演者 是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的能力 魔術只不過是技巧 魔術的技巧 手法精心設計出來的效果 而產生一個 一個觀衆意想不到的果 魔術用來傳福音好像是騙人 但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做畫劇 那個剛剛是一個聖誕節的劇 有人會飾演耶穌 有人會飾演馬利亞 那會不會有人會覺得 你明明都不是耶穌 你就說自己是耶穌 你不是馬利亞就說是馬利亞 會不會騙人呢 那同樣套在魔術裏面都是一樣道理的 如果我們用魔術 只是用一個媒介 或者我說得簡單點 我們用一個信息 在魔術裏面很順暢 很活潑 很有吸引力地表達出來 那我相信效果是傳福音得相當之好的 那正如聖經裏面都說 其實我們是應該用珠潘的方法 去用不同的方法 去活潑地將上帝的信息 上帝的道理去說出來的 謝謝各位 今天越來越多人 接受用魔術傳福音 普遍都認為更容易吸引到微信的朋友 而在這次四場 共用納超過二萬二千人的 大型魔術報道會裡面 有超過二千六百人信耶穌 都令福音魔術師感到好鼓舞 但是現時表現福音魔術的人仍然不多 幾位福音魔術師都很希望有更多人 能夠被興起 我經常都會相信一件事叫TTT 就是Train the Trainer 如果有一天是真的可以有一班 很有心的姐妹 弟兄姐妹 她真的很想學習的話 其實我真的願意傾郎雙壽 把我有的東西 把上帝給我恩慈去和大家分享 令到更加多人可以透過魔術 透過這件活潑的東西 可以真的把福音傳播出去 所以我們真的很期望 有更加多人去加入我們的行列 去做一個福音魔術師 我自己會看到福音魔術在我過去 在我教會的工作上是很有幫助 不僅僅是說福音 也能成為我和人之間的接觸 即是說新朋友也好 我表演魔術給你看好嗎 大家都覺得很高興 所以魔術也成為我和人溝通的 其中一個技巧 繼續鼓勵 是的,有心的弟兄姊妹一起同行 一起學習,一起創新 一起用這個方法去演繹我們的信仰 真的很榮幸認識很多這些行內的魔術師 我真的很感謝他們這次大力的支持 我知道很多路透露 他們有很多幫助我們 我們在這個魔術界裡 這邊也有一種好像一個同盟 一起打仗 真的感謝你 而且尤其對福音的魔術師 我想鼓勵你 希望我的一個見證 可以帶給你一些鼓勵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不斷地跟進 不斷地做得更好 把最好的呈獻給神 神會使用我們